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6号召开教育政策记者会 提出11项主张 他指出 中华文化是大家的根 不该被遗忘 会在课纲中重新审慎检讨 据报道 侯友宜提出的11项教育政策主张 包括提高教育经费编列下限1% 5岁幼儿教育经费投资加倍 英语教学回到英语课堂 AI教育创新促进数位平权 突破偏乡教育限制 全面检讨课纲 既值引领未来 支持大学自主权 学贷免息 稳定教师待遇与福利 扩大终身教育经费 并鼓励终身学习 在检讨课纲部分 针对民进党执政以来 全面推行的去中国化内容 是否要做调整 侯友宜认为 这会在全台教育会议中充分讨论 按照客观中立 公开透明方式 面对历史文化社会多元族群的发展 他强调 中华文化是大家的根 不该被遗忘 会在课纲中重新审慎检讨 侯友宜认为 为缩短公私立学杂费差距 定额补助就读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 逐年将补助金额 从3.5万元新台币增至5万元新台币 同时扩大吸引境外生赴台 严议放宽境外生赴台限制 此外 主张学生学贷棉角本息的宽限期 从毕业一年延长为毕业两年 苹果认为 严重加 2 1 2 1 3 感谢观看